還有這個據說是在歐美非常流行 它有個名字叫做 奇跡種子的這個奇牙籽 它叫奇牙籽 然後今天我們把它做成奇牙籽布丁 這個優質什麼 要怎麼做呢 好 它其實很簡單 我們其實只需要這個 我用的是無糖豆漿 然後還有這個奇牙籽 奇牙籽裡面富含就是Omega 3 就是好的脂肪酸 然後裡面它其實也是高鮮 而且有蛋白質 那其實大概就是1比4的比例 就大概1比4的比例 我就把這個奇牙籽直接加下去 對 我就直接把它加下去 它會浮起來耶 對 然後你就把它稍微攪一下 對 然後呢 因為我們不喜歡精緻糖 那我們就可以取水果自然的甜味 所以我們就取到 賈伯斯最愛的蘋果 對 其實蘋果 你直接把它切完就泡下去 那像小Call最愛香蕉也可以嗎 也可以 對 而且其實像我通常 就是睡前的時候來製作 因為這個奇牙籽 它泡發需要至少20分鐘 它才會膨脹 對 所以我就是睡前的時候 就是這個像這個蘋果 就直接放進去 它也不會發黑 我就直接把它就是放在 像這樣子的保鮮盒裡面 這是我事先先泡發好的 對 它就整個膨脹 然後就整個就是稠稠的 所以奇牙籽跟剛剛的豆漿 之間的比例是 大概1比4 對 然後看你喜歡的濃稠度 其實如果是1比4 大概它會這樣比較稠 對 這是歐美所謂的奇牙籽布丁 對 奇牙籽布丁 對 好 那你還會再怎麼樣搭配 這邊好多水果 對 其實像比如說 早上趕時間的話 通常就是其實真的就是 泡發的就是直接讓它們吃了 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比如說 也想要就是看起來漂亮一點 對 然後比較早起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小空 你想要試一口嗎 我想要試試看 其實我們家有奇牙籽 但我從來不知道 怎麼樣去處理它 做成不定 而且現在在外面很流行的耶 對 這樣子甜度可能還有點不夠 但是我們等一下會加一些 天然的水果再下去 對 QQ的 對 它其實就是這種山粉圓的口感 對 對 像粉圓 對 小顆的粉圓 奇牙籽 奇牙籽它本身富含 Omega 3不飽的脂肪酸 抗發炎的脂肪酸 對於吃素的人來講 它如果不吃魚 也沒有 也不補充魚油的話 奇牙籽 亞麻仁籽 紫蘇籽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 對吃素的人來說的 一個很好的 Omega 3的一個來源 它沒有到布丁那麼綿密 可是它就是有個QQ的口感 它主要就是利用它可溶性纖維 它吸附水分 所以它會有那個蒸稠感 黏稠的感覺 好 那我們現在 其他紙放下去之後加上 對 然後我們就加上這個 就是你看顏色越重的 它其實就是花青素越多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抗氧化的東西 就是在早餐的時候 就把它吃進去了 而且它可以增加天然的那種甜度 對 吳醫師 你們家好幸福喔 對 這個其實時常我覺得還滿多 還有我們家的小朋友 其實小朋友如果從小 我們說食慾 教育的慾 從小扎根 它熟悉這種天然食物的 這個味道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會去吃那些 太精緻的東西 而且其實這些小朋友都很愛吃 對 然後其實 你可以這樣堆疊 任何你喜歡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剛才講到這個堅果 我們再讓它進來 然後增加它的口感 也增加它的營養 其實我覺得這吃下去 應該滿飽的 我覺得會非常飽 對 因為剛剛其他紙 只是滿有口感 而且有份量的食物 會增加飽足感 對 然後我們剛才有講到 這個富含乱酸 然後也富含花青素的這個 火龍果 對 我們就是把它堆疊這樣子 好美喔 有沒有看起來就是心情很好 就很想去上班這樣子 可以拍一張照放在IG上 對 然後這時候其實家裡 如果有些香草 像我今天 就是我今天用的 其實是一種生菜叫冰花 你其實就很簡單的 就把它放在上面 你看 這樣子一杯 你看耶 真的 藍色 藍色都有 對 它其實也是一個 很好的就是甜點 對 完全就是高鮮 然後密度高的營養的甜點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從建宗媽媽 跟建宗老師身上 真的是學到很多很棒的 好料理 而且感覺上都沒有 像大家想像中的這麼的困難 不過我們從頭到尾 一直提到一個 蛋白質的成分 好 那雞蛋就很重要啦 最近之前大藥心蛋 然後這一陣子歐洲 然後到臺灣的毒蛋 大家有時候都怕怕 所以對蛋會有很多的迷思 在挑的時候 你們家 剛看到了 早餐其實是很重視的 有什麼樣的原則嗎 蛋我們在挑的時候 像我們家在挑有一些原則 但第一個民眾一定要先避開 自己會過敏或敏感的食物 再來挑選那些健康食材 那其實很多民眾在挑蛋 他可能像我面前有兩種蛋 一個是這個咖啡色 棕色的 一個是白色的 那很多民眾 小柯你挑什麼 顏色不一樣 有沒有差別呢 我有如果填多一點的話 我就會挑另外 就是那個顏色比較深的 那我填少一點就是白色 所以你覺得紅色那種比較好 所以我自己覺得 很多人覺得這個棕色的 是不是營養價值比較高 那其實蛋的這個顏色 主要取決於雞的品種 它跟營養價值 倒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但是國外有一些研究 告訴我們 會決定於蛋本身的營養價值的 主要是你飼養的方式 他生活在什麼樣的地方 還有他吃的這些食物跟飼料 在二零一四年 德國學者就有做了一個研究 他發現說 如果他的機支 都是長期在戶外活動 一天九個小時以上 比起那些都生活在室內的機支 他的蛋 他本身的維生素D的含量 是那些室內機生產的蛋的三到四倍 因為他有曬太陽 他很快樂的在外面跑 沒錯沒錯 那另外美國學者也發現說 那些放牧 天然放牧 在外面活動的機支生的蛋 他的蛋含著這個維生素A 維生素E 還有不飽和脂肪酸 Omega 3都是比較多的 所以如果民眾真的要挑選的話 不不仿可以挑選一些 像天然放牧的這些有機蛋 甚至說有一些飼料 如果他特別添加一些 Omega 3的一些物質 他可能生出來的蛋 Omega 3含量也是比較高一點 這是我們大致上 可以去挑選的一些原則 好 所以就不是所謂白色 好像比較不好 然後中色好像比較好 這倒沒有直接的關係 而是他的生長方式 對 他生長的環境 跟他所吃的食物 可以決定於他生下來 這個蛋的營養價值 鄭醫師對於蛋白質方面 也很講究 尤其你有在練身體 是 好 那個剛才講的那個 就是來賓講的這些早餐的準備 已經幫大家省很多時間 但是如果時間再不夠怎麼辦 我這邊有偷吃部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有時候沒有時間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我們這種懶人 但是還是可以吃到完整營養早餐的一個方式 好 我早上起來 其實我會先吃一把堅果 那堅果好的油 我就是先攝取 這個裡面 這是高鮮 拿雜糧的饅頭 那我們在吃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放後面吃 裡面夾的是什麼 蛋 還有 裡面還有一塊肉 肉耶 所以你蛋跟肉可以先吃 那這可以放後面吃 如果你沒有時間 沒關係 一起吃 那我配的飲料 就是剛才講的蔬菜水果 還有蛋白質 我要加強怎麼辦呢 這裡有一個高鮮的蔬果粉 這個加下去以後 裡面的那些高鮮的成分 基本上是夠的 那我的乳腥蛋白粉裡面 還有製煉氨基酸 因為我們在 就是你做重量訓練的時候 如果你要長肌肉的話 你本身蛋白質吃不夠的話 對不起 你是越煉 脂肪越多 你要給自己吃 就是足夠的 好的優質的蛋白 所以我在早上的時候 就是這個會加下去 當作我的飲料喝 哇 所以這個是猛男系列 就是要煉肌肉的話 你自己本身有煉肌肉 對不對 對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在運動裡面 要有一些阻力的訓練 那你把肌肉練起來的話 你的新陳代謝 會維持在高一點的點 你的體溫會維持比較高 你的抵抗力也會比較好 最重要是老得比較慢 所以我們現在說 很多年長者 他們有一個問題叫肌少症 那肌少症會有很多的 後續的一些健康的問題 所以在保養上面的話 就是不要只有去慢跑 或是快走 要想辦法在家裡 做一點簡單的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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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真的是太棒了 有建宗媽媽 建宗老師 教我們在早餐的時候 可以很快速 就可以做好 包括了綠拿鐵 然後包括了我們這個 起壓子布丁這一杯 看起來非常非常漂亮 還有鄭醫師告訴我們 如果男生想要練一點肌肉的話 其實我們上班族 除了頭腦清醒 體力也要好 然後這個時候營養早餐 還可以運用一些頭吃飽 健康2.0希望大家從早餐 就開始健康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